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友谊说二,小二的重分门我又来了,订阅小二,娱乐资讯一网大进。 要说现在谁人气最高呢?当然肖战排第一,不相信吗?有数据为准的。 这个不是小二说他人气高他就人气高,真凭实据摆在这儿的。 今日,一组特殊的数字形现出炉了,这组数字不管是对于粉丝来说,还是对于肖战来说,都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你们猜是什么数字,这组数字就是1005,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? 当然,如果你是肖战的铁粉,那绝对记得比啥晦口是清楚。 那就是肖战的生日,更是粉丝们与肖战的一个仪式感,是属于肖战和粉丝之间的一种亲密连接。 那么很多人就好奇了,这又代表什么呢? 这次的1005代表了肖战个人话题阅读量破1005亿,就是这么巧合, 也是这么的值得纪念。 更惊讶的是,这个数字是多么的庞大,就是这样一场庞大的数字,成为了肖战石火的铁证。 就问你们,牛不牛呢?真是牛气冲天,除了说一句牛,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 当然,这么重要的一个数字,是值得我们所有粉丝记录下来,并为之而庆祝。 肖战的一个里程碑就这样诞生了,同样也是一个肖战被更多人认识的重要标志,一个实打实的实力数据。 除了1005这个特殊数字之外,当然还有一个数据是很值得一提的,那就是1.31的讨论量,真是惊为天人。 讨论量都这么高,看来肖战牛年,必定红红火火。 而且,大家都知道的,讨论量是大家对于肖战各种各样话题的讨论,每一个话题的讨论,都是大众更多了解肖战的途径,更是大众对他喜爱的另一种表达。 喜爱的无声表达,这样的情况,在近期更是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。 仅这两天时间,肖战就从之前的1000亿上涨到1005亿,两天阅读增长5个亿,由此可见,肖战强大的影响力。 作为一名优质的青年偶像,肖战能获得如此多人们的喜爱,并不是偶然。 因为在出道的几年时间里,肖战一直都在努力不断地提升自己,无时无刻都在严格要求自己。 当身份是歌手时,他用他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视听盛宴。 也用他的专辑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巨大正能量。 当身份是演员时,他亲尽全力演好每一个角色,为观众们带来了一部又一部的优质作品, 让观众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优质偶像值得大家喜欢与追捧。 当他的身份是嘉宾时,肖战在舞台上也是光芒四射。 我们的歌,那战队带给我们的一首首,印象深刻的演唱时至今日,还在小二的耳边萦绕。 而东方卫视跨年夜,那战队的一首跟着感觉走,则是又将这样的影像再次加深。 舞台上的肖战就像是一个发光体光芒万丈。 星光大赏的肖战,杨子演唱《余生请多指教》同名主题曲, 以及读唱《最幸运的幸运》同样让人怀念。 而《尖叫之夜》中,肖战的一首《余年》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更为优秀的他。 当他的身份是名公众人物时,肖战也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正能量。 不仅亲自参与到众多公益项目中, 更是积极引导粉丝们参与到公益当中,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。 过去的一年中,在肖战的引导下,有近三百万粉丝参与到其中, 并贡献了近一亿的捐款金额。 一个亿现在看起来或许是一个数据,但这是无数爱心汇聚的结果。 也是一个又一个人们受到帮助的人们所累积起来的。 看到了吗?一个优质的偶像带来的是大家都往好处发展, 带领他的粉丝们勇往直前,感染更多的人们。 通过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身份认证, 能深刻地感受到肖战获得大众的喜爱,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 所以本来对于肖战来说是一条光明大道, 而在越来越多大众的支持下, 相信也将会有更多像这次1005这样的数字,值得我们纪念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 有什么想说的就请告诉我吧。 如果你也喜欢小二的视频就请点赞订阅关注我。 你们的肯定是小二更新视频的动力, 我们下期再见了。